是不是可以请张部长 张部长请 韩伟好 部长好 部长我想请教一下 大多预估我们今年的税收会增加 那今天的报纸是说可以增加1700亿 你预估大概多少 当然现在是 比去年是增加了1360亿了 那未来两个月 当然要 如果假设是一样 当然1600 700亿大概有了 好谢谢 那您认为为什么会增加 第一个是上市上贵公司去年的获利非常好 所以今年缴的盈利失业所得税非常高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财政健全方案 里面两岁合一 今年开始实施 那股利扣底减半 所以在这个时间以前 他们就赶快分配股利 因为还可以完全扣底 所以股利分配多了 综合所得税就增加了 所以综合所得是增加了600多亿 是 所以您现在给我们一个资料 就是说 我今天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证所税的事情 但我今天刚才已经提过了 我们也支持我们现在国民党的党板 只是因为本席所提的这个修正案就是更简化了 更简化 而且呢 也就是其实最大的不同 只是其他都取消了 只是对于未上市贵的公司 然后还有非居住者 人维持核实磕税 税率是15% 只是这个部分而已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就比较简单 而且呢 也不会说到说这一部分也不见得到底要怎么样来磕 把它弄得比较简单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今天上个礼拜 本席也在这边 我们也有一个资本市场的 这个整个租税结构的一个专案的报告 所以呢 其实啊 本席最在乎的 是希望我们要把市场扩大 市场要扩大 因为今天我们费员也提到 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这个 11月11号是光棍节 这个光棍节呢 竟然他们预计这一天 可以营业一千亿人民币 就是五千亿台币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台湾 多一点马云嘛 是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创造 我们要更多的这个 这个投资才对嘛 是 所以我所关心的 其实最重要是台资 把柄做大 是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您有没有算过 台湾这15年来的经济成长 跟前15年 就是这个前15年跟这个 等于说前30年 15年到这个30年间 我们竟然是少了3%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经济长每年每年算嘛 我们经过2008 因为我们突然很低了嘛 所以每一年再增加嘛 所以呢 对这一部分实际上 我们整个的总体的经济跟发展 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要去面对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大概有18兆的资金 可能是在大陆 如果照经济部的说法 那其他的部分呢 钱回来了吗 他的所赚的钱能回来吗 如果以前资金 不是透过我们正式管道出去 那这些钱在哪里 我们再看一下 您那时候说 因为我们说鼓励所得 我们需要内外之一致 我记得那时候您也说了 您一开始说700亿嘛 那我说大概200到300亿嘛 后来你说 没有 大概700亿 因为我们现在 大概占一半 50.1 因为我并没有把这个 并没有让它增加税负了 就是20%以下 并没有增加税负 所以这样的话呢 可能一半 应该是350亿 那所以您说400亿嘛 左右 那350亿 但您有没有想过 今年感觉上增加了 因为它病嘛 病在一起 而且实际上最主要就是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富人税 再加上这个补充保费 这等于是7% 所以刚才我们有委员 也在讨论 这部分有没有可能调整 因为我想请教的就是说 它在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这个鼓励 这个税收的部分影响 如果扣掉7%是多少 影响是多少 这里面占它的是多少 就是说新增的嘛 对 对你原来就是病重所税嘛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们这次调整 它就变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了 到底影响有多少 委员您的问题 这样的 您的意思说 一方面又降税率 一方面又鼓励又病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没有很精确的了解委员的问题 好 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我想你现在一下算也算不出来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大概啊这个高所得的人 他这个鼓励啊大概都有 大概百分之 这个我们如果照比例啊都是百分之93 94嘛 嗯 即使是20%左右税率的 也占了87.6% 这你今天给我们的资料嘛 是是是 所以呢 其实这个呢 让大家都能拥有 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个 等于说是股票 股利 表示他持有股票嘛 对我们整个资本市场 应该是好的嘛 好的嘛 但是呢 几乎每一个人都 几乎被磕到了嘛 没有人没被磕到啊 照这样数字来看的 对不对 嗯 是不是 是 互数 当然后面是金额嘛 对 后面是金额嘛 对 所以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面对这样的 而且我说这个不公平 就像我上次也曾经问过您 就是像我们台积电 现在外资持有有多少 应该比重很高啦 78 对很高 78 但他只要缴多少税 鼓励 外资 云利 法人就是百分之二十 二十 对 所以呢 我们刚也讲了 就说 我们可以看得到 现在如果这样加起来 我们现在所有 只要二十以上 就是如果是四十以上税负的人 他基本上 几乎都超过五十啊 包括员 外资法人为主 那跟国内的法人来比较 外资还比较重 外资克百分之二十 国内法人才克百分之十七 对 法人对法人比啦 那法人他占比较多 外资几乎以法人为主 那自然人 他外资比较少 所以现在部长我们刚也讲了 也看了 现在社会很有广告嘛 就是帮大家有效的国际结税 有效的来管理你的税负嘛 所以这会造成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变海外设公司嘛 是 对不对 或者在国内设投资公司嘛 那他就变十七趴哦 懂的人变十七趴 不懂的人变五十五趴哦 您觉得这样公平吗 当然现在国内成立公司也非常容易 一人公司 对 就可以了 这当然也是公司法允许的啦 是 那您觉得 是不是我们所有五十趴以上人 都应该去成立一个一人投资公司 应不应该是一回事 但是他可以选择成立公司 有公司的另外的一个义务 那个人有很多减免 减免公司就没有了 减免到底有多少 有啦 部长你自己也知道 你算一算 我跟你讲 哎呀差得非常远啦 这相当有限 所以部长 委员的 当然委员我了解您的主要意思 整个资本市场的税制 我是 所以我们建议 委员上个礼拜也有 其实委员有做结议啦 就是我们是不是 把资本市场整个的税制 做通盘的检讨 而不是说单项修正 单项修正 因为这包括什么呢 包括综合手的税 要不要才分类课税 然后两税合一 要不要改另外一种方法 免税法等等 我们来综合考量 单独修这个 怕刮一漏万啦 是 因为我觉得对这部分 也是因为很多人反应啊 因为我想今天我请金管会副主委 也上台一下 对于资本市场这个部分啊 副主委请 到底你们认为 对于这个鼓励所得 如果内外之一致 您认为对这个整个资本市场 或股市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而且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报委员我想我们金管会的看法 我们对于政所税的部分 我们谢谢立法委员的提案 希望这个还尽快定案 至于其他税制部分 我们尊重地委跟财政部的意见 我想要尊重 要考量财政的这个公平 国家财政的收入 我想这几个都要兼顾 好谢谢 那我觉得啊 部长就诚如那时候您说的 其实有三点考量嘛 是 对不对 是 这三点考量您去横平一下 是 而且这样子的话到底公不公平 是 不只是公平啦 真的是整个税制的健全 还有税收 当然啦 你刚才谈的都是税收嘛 对对 就站在租税这一块 但我说的一个是公平 一个是整个产业的发展嘛 国家经济的发展 对还有这样啦 委员还有公平 还签上另外一个 就鼓励所得 如果拉出来分离课税 薪资所得者想要比照啦 所以我们也要分离课税啊 所以那个公平性会引发争议啦 薪资所得也分离课税 对 他说你鼓励所得不要合并 那为什么我薪资所得者要合并 我也要分离啊 所以我们的税制就会变成分类所得税啦 所以我想待会我们写上床 我们再来研究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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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ak 谢谢 видно